以前都是沒有澳門,對不對? 那講香港澳的時候,可能又是大部分人講的是香港,對不對? 那可能以前,如果你買一本書,香港的旅遊書,可能後面有十頁講到澳門,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好像不陌生,地獄上很接近,坐過一個鐘頭的飛機 但是其實台灣朋友其實又不是很理解,其實不只台灣朋友不理解,連我作為澳門人都不理解 所以剛剛雲章說他逼那些學生去做有關澳門的報告,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當年其實是我在台灣讀書,沒有老師逼我做澳門的報告 不然的話我對澳門的認識可能會更早一點,會更有這種本土的起目,但是當年沒有 那當年我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呢,其實同學還是會問起關於澳門的東西 我當時已經發現,我介紹澳門就是非常淺薄 然後什麼澳門很小啦,澳門的主要的經濟來源是賭業啦 然後澳門比較沒有那麼,沒有香港那麼繁忙啦等等 好像再講下去,其實當同學如果有好奇再繼續問的時候 我發現我好像已經講不出什麼了 但是當時很好玩就是其實,我不瞭解澳門好像我也不覺得是一個怎麼樣的大的問題 那反而如果朋友跟我講香港,我可能講得更多一點 那到了真的是在過去十幾年來,那在澳門就是開始有多一點的本土的覺醒 大家嘗試去挖掘本土的故事,那我也剛好累積了一些就是有關澳門的觀察這樣子 那也很有緣分,因為就是大概一六年的時候就出版社就邀請我去寫這本書 那當時我也覺得,好吧,我也累積了一些關於澳門的觀察,可以分享 那如果再找個,譬如說如果是十年前來問我的話,我是不可能寫出這本書的 那所以我對澳門的理解其實也是挺晚的,可能比大家早那麼一點點而已 那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這一次就是來台灣介紹這本書了,三場其實都有不同的主題 那這一場應該是,這一場是我第一,這個主題是我第一次講的 也比較好玩,大家都吃飯了嗎? 有沒有人還沒吃飯的? 應該有一些 因為我寫這本書,寫到這個部分的時候,常常非常餓 因為我不是一個,我是一個對吃很不敏感的人 我是那種味覺非常遲鈍的人 所以譬如說,有時候家裡有一個東西煮出來,發現那個東西是壞掉的 通常就全家都吃得出來,它是壞掉的,我吃不出來 然後我在英國的時候更誇張 就是在超市買那種濃縮的,就是要開水的那種所謂的果汁 對,但是呢,我就沒有開 它可能就是四分之一杯,開一整杯 我都沒有開水,我就這樣直接喝 我喝的時候其實感覺說,味道很濃,可能外國人喝得比較濃吧 事實上我下一次去同一家超市,我就想說,好像怪怪的 再去找了一瓶東西,發現是那個還原汁對不對? 要開水的還原果汁 那我是一個味覺非常遲鈍的人 所以我平常對於吃,其實並不是非常敏銳 但是寫這本書的時候呢,就覺得一定要介紹澳門的詩 因為它背後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歷史 那寫的時候呢,就是說,就是寫這個時候就會去搜尋一些資料啊 然後找圖片啊,然後就會說,今晚就去吃蒲國雞吧這樣子 那結果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呢,就胖了兩三公斤 另外原因是因為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沒有時間去運動這樣子 那今天的講題就是在蒲國吃不到的蒲國雞 大家有多少人是來之前就知道在蒲國吃不到蒲國雞的 OK,好,那不錯喔,很厲害喔 我也是2008年才知道在蒲國是吃不到蒲國雞的 那一趟的尋找蒲國雞之旅,我今天會分享一下 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澳門的獨特的文化 是一個我們可以把它描繪為是一個混雜的文化 這個蒲國雞 好,那我相信今天來的朋友可能對於澳門可能會有一點歷史背景的了解 那可能沒有,但是我也是嘗試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澳門跟香港很不一樣 當然我們常說港澳,也知道港澳都是殖民地對不對 一個九七回歸,一個九九回歸 很多事情都會讓我們把港澳的歷史連長起來 但是其實港澳跟歐洲人的接觸其實非常非常不一樣 比如說,大家知道香港是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對不對 然後呢,清朝廷就簽了這個南京條約 就割讓香港對不對,是十九世紀的事情喔 好,但是在澳門其實在十六世紀末 就開始有蒲國人的社群 因為十六世紀中期就開始已經有了 那所以其實葡萄牙人在澳門是有好幾百年的時間 英國人在香港是相對短,是一百多年的時間而已 那跟馬格廟很有關係 因為當時葡萄牙人在澳門登陸呢 就是在馬格廟,在馬格廟旁邊的海岸上 因為當時那個是一個出海的地方 那葡萄牙的船隊呢 當時就來到馬格廟了 就說借口要,就說他們的貨物就是弄濕了 要到岸上來曬乾 所以就是上岸澳門,然後定居下來 好,那當時其實葡萄牙今天真的是一個歐洲 一個不起眼的國家 它是歐洲四國的其中之一 經濟很差 但是其實在十六到十七世紀 當時葡萄牙其實它在歐洲的 它在歐洲的航海業的發展上 它是一個先驅 而且曾經還是最厲害的 他們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王子 澳門叫做英尼基王子 我們待會看到澳門有一條叫 英尼基馬路 英尼基馬路 那他就是想要開發這個航海業 然後他們就花了大概接近一百年的時間 從歐洲,然後發現非洲 然後繞過好望角 到了印度,到了馬來西亞 然後再來到中國 東南海岸的澳門 他們後來在澳門定居之後 就發展澳門這個地方 那當時就是在亞洲 澳門是一個航運的中心 它曾經經濟地位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是從一篇論文出來的 那澳門在這裡 然後當時葡萄牙人來了澳門 對不對 所以如果在澳門買到的貨物 就先運去 運到印度 然後再去歐洲 那當然歐洲人 或者是歐洲的東西 也會經過這個路線來到澳門 那所有進中國的外國貨 都會經過澳門 然後在北上廣州 那這個就是珠江三角洲 好 當時跟日本的關係也很密切 因為當時 日本呢很需求中國的絲 包括做好的絲綢跟生絲 好 運去日本 有這個航線 然後呢 我們經過菲律賓呢 又把貨物 運到拉丁美洲 所以我看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非常驚訝 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 比如說西班牙人 他們身上穿的衣服 那個絲都是從澳門運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好好玩 我們今天去旅行的時候 發現這個 made in China 這樣子 原來幾百年前 他們身上的那個東西 穿的絲綢 或者是那個生絲 其實就是從澳門運過去的 然後呢 貨物也會到一些東南亞的群島的一些地方 那當時澳門被稱為這個 遠東的一個貿易的中心 那曾經很輝煌 好 那在政治上呢 澳門也有一個非常有趣 跟香港台灣都很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後 有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其實並不是殖民澳門 他們是在小小的澳門 有葡萄牙人的社區 也有葡萄牙人的自治的政府 OK 澳門很小 我這次寫這本書 為了讓台灣朋友知道澳門有多少了 才真的去查了一下 讓台灣朋友有更鮮明的認識 澳門今天填了很多海之後了 我們的面積是30平方公里 那大概是多大了 我這次終於查到了 就是台北市的文山區 填了很多海之後 才有台北市的文山區那麼大 那你想想當年還沒有填海 可能當時澳門的面積 可能就10平方公里 但是呢有葡萄牙人的社群 有葡萄牙人的政府 同時有明朝跟後來清朝的政府 所以有三百年呢 澳門的歷史學者呢稱為華陽共處分治 其實大家是共處在一個這麼少的城市的 其實並不是真的殖民 他們很多東西還要聽那個明朝跟清朝政府去講 那所以你如果今天要去澳門玩呢 有一個地方你一定會去 就叫做義士庭前地 然後義士庭前地再走上去15分鐘就到大三八 那義士庭前地為什麼叫義士庭呢 就是當年那三百年葡萄牙人跟中國政府在那邊開會 有些什麼明清政府要告訴他們的 大家要談的 就去在義士庭前地那邊開會 那所以有三百年時間其實並不是殖民 好到了19世紀 當時大家知道了 1942年就是南京條約 就是那個鴉片戰爭之後 那當時這個清末就是非常亂嘛 就是所謂的利優外患 那當時的葡萄牙人其實他已經在 航海夜上其實已經沒落了 他已經西方的一個弱國 但是他們還是想 還是想要趁著中國很亂的時候分一杯羹 所以在1846年的時候 就有一任總督叫阿玛拉就來到澳門 他很強悍 他只有一隻手 那隻手是他幫葡萄牙在某個地方打仗的時候斷掉的 但是聽說他就是炸斷他的手了 他好像就是都沒有喊一聲這樣子 就非常非常強悍的一任澳門的總督 他來的時候就是剛說清朝就是內幼歪患 那結果他下任才三年 他就把中國的當時清朝駐澳門的官員趕走 所以從16世紀中期到了19世紀中期 300年之後 葡萄牙人才真正的全面管制澳門 那很好玩就是說當時葡萄牙本來就是一個西方的歐洲的弱的國家 然後在1960年澳門有一個123事件 就是一些親中共的團體就發起一個反殖民政府的運動 非常成功 所以經過那個運動之後呢 葡萄牙政府他就更沒有力量 然後很多的我們說民生的事情 比如說醫療啊 教育啊 康樂等等 都是一些親大陸的團體 我們說他當當了一個代理政府的任務 那葡萄牙政府本來就不強了 經過那個事件之後呢 他就更弱 那所以他 你可以 我可以簡單說 他是一個比較慵懶式的殖民的管制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澳門人都有點不大了解澳門的歷史文化的原因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教育裡面沒有本地的教育 我們用的是香港的教科書 所以裡面沒有澳門的歷史 地理 然後沒有澳門的文學科 沒有澳門的文學 都沒有 然後呢 我有一點也蠻痛恨葡萄牙人 就是他們管制很弱 所以他們也不大管教育 所以呢 我從小到大了 從來沒有逼過我學一天的葡萄牙語 當時覺得很開心 因為小時候學英文就很痛苦了對不對 直到真的是有一天我去了葡萄牙 我很喜歡他們的文化 也有一天 終於知道原來葡萄牙文跟西班牙文有某程度的接近 可以互動之後 我就很痛恨葡萄牙人 為什麼不逼我學一點點葡萄牙語 那全部都是怪罪於他們那個管制很弱 他們根本沒有把這些殖民政府的東西要推到民間 澳門的第一間公立的大學是1991年才有的 非常非常晚 澳門的第一個歷史系是2008年才有的 因為政府從來不 基礎教育不管 大專教育也不管 所以變成說學術研究很弱 然後基礎教育沒有 所以澳門人本身對於自己的那個歷史文化 其實了解的不多 所以我們也是覺醒的非常晚 那今天可以跟大家講也是很多機緣 好 那我當時我在2008年 就我人生中我第一次跑去葡萄牙 那個原因其實還蠻好玩的 但是已經回歸了很多年 澳門1999年回歸 那因為澳 我們覺得葡萄牙落在澳門人身上的東西沒有很深 它不像英國 因為英國留下很多東西 它到今天還是對香港影響很大 比如說很好的地鐵的系統 很好的比較好的法制的系統 然後像香港大學是世界知名的大學等等 今天都還是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葡萄牙在我們留下什麼 好像沒有耶 是不是只有葡國基 那好像回歸之後 是不是跟這個地方沒有關係了 好像當時我很常都覺得 好像沒有必要去上 好像這個地方在我們身上 就是留下東西好像幾乎是沒有 直到因為我當時我在英國讀書 那我不是全程的full time 後來我從full time變part time 但是其實英國的制度 其實就是要在英國住滿三年 然後才可以 這個先不說 當時我就要從full time變成part time 就要申請嘛 但是原來它有一個規定就是 海外學生不可以part time 因為這個他們有簽證的問題 如果你part time的話 那你正值做什麼 因為你用在英國沒有打工的權利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有葡萄牙護照 所以他們又不能不批我 那結果他們就把我丟到 就是批合我的申請 就把我丟到歐盟學生的part time 那本來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本來的規定是要歐盟學生 這非英國的在英國住滿三年 才可以享受這個歐盟學生 也是跟本地學生一致的優惠 那我當年其實我在英國沒有住滿三年 變成part time 他們不能夠不批 他就把我丟到這個part time的歐盟學生 哇這個省了非常多錢 三折的學費 當時英鎊很高 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腳是九千英鎊 現在台幣兌換英鎊多少 接近五十對不對 所以九千英鎊就是四十幾萬台幣 後來變成三折 哇差很多 差很多 天啊 什麼好多錢 很開心 很開心至於 我就覺得好像他提醒我 我說 我好像跟這個地方的關係沒有結束 我以為結束了 我又不學葡萄牙語 然後就是他留在我身上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原來我到了回歸很多年之後 我還在享用他留下來給我的東西 那當時因為我變成part time 也是每年寒暑假回去英國 所以就計劃了一趟 要去葡萄牙找一些東西 是不是有些關係是我不知道的 然後還是存在的了 然後就跑去葡萄牙 想去找澳門 當時其實沒有說很清晰的要找什麼 就覺得是不是有關我的某些東西 可能我的某一樣的根源 跟這個地方有關要去找 那所以呢 首先去到葡萄牙了 其實如果你說要找的話 其實很容易找得到 為什麼 因為葡萄牙的很多東西 我第一次去里斯本 看起來跟澳門非常像 OK 那左邊是澳門的義士庭前地 右邊的是里斯本一個市中心的廣場 如果沒有記住要叫commercial OK 所以你看那個建築還有那個地磚 這個地磚你們猜得到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曲線波浪 對就是有關 因為葡萄牙人他們常常還蠻志傲 他們在航海時代的成就 所以他們到現在 還是有很多城市裡面的某些東西 圖案啊主題都跟海洋有關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是感覺非常非常熟悉的 好然後呢 這個呢幾乎是一樣的城市世界 這個是一種葡萄牙的瓷磚 好然後呢他們會在上面有不同的圖案 有時候就是這些像patterns 有時候這些 有時候會有人物 有時候就是拼起來有個很大的壁畫這樣子 好那左邊呢是在里斯本拍的 右邊呢是在澳門拍的 好所以這個細節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好然後呢還發現 因為澳門待會會講 澳門很多街道的名稱呢都還是 中仆對照 那我發現很多澳門的街名呢 在葡萄牙就有一條 是一模一樣的名字 然後教堂的名字也會一模一樣 然後呢你看某些教堂 你會發現天啊 他跟澳門的那個教堂長得好像哦 這樣子 那首先所以在視覺上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的熟悉是 好像那個聯繫是很容易找到的 好但是在去問的時候呢 我又發現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好像葡萄牙的文化 它並不是一個很純粹的葡萄牙的文化 因為他從15世紀去開發這個航海事業之後 他們其實吸收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文化 所以如果說去 去李斯本去葡萄牙是找那個 他跟澳門連接這條根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條根並不是只是在葡萄牙 還會那個根還會把你連到其他地方 它不大是一條根 它更像是一個路線 就好像大家今天坐飛機會翻那個 那個飛機上的那個雜誌 他會跟你說這個飛機從那邊接不到那個地方 可以就跑去世界上的不同地方這樣子 那這個很漂亮這個叫做那個曼魯埃爾建築 那他是在16世紀初期的時候 他是一任的葡萄牙的皇帝 那當時他們的航海業已經非常發達 所以一方面呢他們很多人呢 有很多國外的經驗 OK 所以吸收了很多國外的東西回來 與此同時當時葡萄牙強大 所以很多人呢也跑去葡萄牙發展 所以變成說他們非常的多元文化 那所以這個建築不知道大家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他既上歐洲又不上歐洲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一點點有點中東的風味 對有伊斯蘭的風味 OK 那他這個時代的建築呢 非常漂亮 如果大家有一天去葡萄牙 是一定會去看的 那這個是在里斯本郊區的一個收道院 所以他一方面呢 他是有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風格 然後他也帶著很多葡萄牙的風格 然後呢他也有中東的風格 那他裡面呢 其實你細看很多細節的時候呢 很多也是有海洋的主體 比如說海洋生物啊 海浪啊 船啊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建築呢非常非常漂亮 他吸收了歐洲的葡萄牙 意大利 然後有中東的風格 然後呢 就是吸收了不同地方的風格 東方西方 那原來這麼早之前 就已經有這種我們說 文化上的這種融合的這種 文化的產品就出現了 那像這些東西都提醒我說 原來如果我要找澳門連去葡萄牙 所謂那條根的時候 其實那個根並不是定在那個地方 而是這個根告訴我說 你還要去找 為什麼葡萄牙 偶爾會看到一些中東風 為什麼有其他國家的風貌 因為他們當時是跟世界接觸 那個根是散出去的 它並不是一條固定在泥土裡面的根 那回到剛剛提到這個很漂亮的 葡萄牙式的瓷磚 那這個我不但會練 這個在英文它叫做那個 它是來自一個阿拉伯語 它叫做這個 之類的 是阿拉伯文 那其實葡萄牙 曾經被來自中東的 摩爾人 統治過一段時間 所以我就發現 原來這個在澳門找到的這個瓷� 在葡萄牙也找到 但是這個風味 這個風格原來是來自中東 然後呢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時候就知道 有一種葡萄牙的 我們叫做怨曲 叫做發肚 發肚在台灣叫做那個什麼 發肚對不對 那這個這種歌呢 我後來又發現 在葡萄牙的時候看資料 就發現原來它受到黑人的音樂影響 為什麼 當時因為他們也去了非洲 然後呢 當時也有那種奴隸的買賣 那非洲人他們到了歐洲之後呢 就把他們的音樂元素帶去了葡萄牙 葡萄牙吸收之後呢 也把它變成 改變成他們的一個叫發肚的一種 到現在還是 大家覺得很好聽的 一個葡萄牙的文化的代表 那所以你去看很多 今天所謂葡萄牙文化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些文化 其實它把你拉到更遠的地方 它告訴你說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個文化並不是 我找到你了 你就是根就在那邊這樣子 那好 所以剛剛說 找到熟悉的東西很容易 好 但是呢 卻找不到葡國雞 我不是真的哭了 因為我從小到大 其實我很喜歡吃澳門的葡萄牙菜 因為如果你吃過的話 它有一樣 它很重視那個吃 然後呢 因為我是那種不大可以 即便有菜 我不大可以吃白飯的人 就是說 如果那個飯是可以有汁可以拌的話 我是很高興那種人 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 澳門的葡萄牙菜已經這麼好吃了 那去了里斯本 應該就是更精彩才對 就滿懷期望 去里斯本去吃更好吃的葡萄牙菜 但是我非常非常失望 我第一天 第一天在那邊晚餐 然後就 非常大的期待 結果發現那個菜單怎麼都是 牛排 豬排 烤魚 就完全沒有這種非常刺激的 那個汁非常濃的 這種我了解的葡萄牙菜 好吧 當時就覺得 是不是這一間沒有 結果第二間沒有 第三間沒有 第一次去的九天都沒有 我後來才知道 我在澳門吃到的葡萄牙菜 並不是真正的葡萄牙菜 它叫做土生葡菜 OK 是澳門特有的一種葡萄牙菜 這個很有意思 今年的年初 澳門剛剛就 也被聯合國列入為 一個世界美食之都 那當然我們的強項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 非常獨特 在葡萄牙吃不到的葡萄牙菜 那到底這個是什麼呢 那有人說 葡萄牙人在澳門沒有留下很多東西 因為你剛也聽到 他們也不管教育不辦大學 不管基礎教育 我們不懂葡萄牙語也無所謂 那有人就說 葡萄牙人留下澳門 最珍貴的兩樣東西就是 美食跟建築 那我今天就嘗試 從這兩個方面去看看 到底美食跟建築 告訴我們關於澳門的什麼 那所以其實你們 以後去澳門的話 其實這兩個也真的是重點 所以就多吃一點 跟多逛一點老建築 這樣子 OK 好 那講土生 講澳門式的葡萄牙菜 其實它有一個更精確的叫法 叫做土生菩菜 好 那什麼叫土生呢 土生就是土生菩人 你首先了解它就是 他們是土生土長 有葡萄牙血統的人 然後他們都是混血兒 OK 當年自從15世紀 葡萄牙人發展航海業 他們當時的國王不讓女人上船 所以呢 全部都是男人 那男人就需要女人 他們去了不同的地方了 就跟不同地方的女人結合 那這種結合呢 有時候他真的是老婆 有時候他就是個情婦 有時候呢 也可能他就是個被販賣的奴隸 都有可能 那他跟這些東方的女人 可能是馬來西亞的 可能是印度的 可能後來是中國的 跟這些女人結合之後呢 他們就生了混血兒 那他們後來定居澳門呢 就變成一個澳門土生菩人的族群 所以呢 那個澳門的葡萄牙菜呢 就是土生族群創的 所以不只是有歐洲的特色 還有很多是亞洲其他地方的一些料理的特色 那這兩個是 給你們看看土生菩人講什麼樣子 很有趣 就是他們有點像外國人對不對 但是又不是白人那種外國人 對不對 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們是混了什麼 左邊這個叫古卓文 他是一個歌星 你們看起來會覺得是混了哪裡 五官比較鮮明對不對 有一點點藍歐 但是又是黑頭髮黑眼睛對不對 藍歐也蠻多人黑頭髮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呢 這個是高天市 他是澳門的立法委員 好像有中東 好像有點亞洲對不對 就是南亞那邊對不對 OK 所以你現在在澳門 他們現在在澳門的人口裡面 還有百分之二到三 OK 這個族群呢 他們在澳門土生土長 他們有葡萄的血統 但是他們已經 你可以說 他跟葡萄牙這個國家 沒有太大的聯繫 他們也是跟我們一樣 去葡萄牙玩過而已 OK 曾經這本書有引用 就是曾經訪問到一些土生菩人 有一個人就說 他說他曾經想要尋找那個家族的 那個祖先到底是來自哪裡 但是他找不到 對 所以他們是一種 一種文化跟血統的混血兒 那你要追蹤的根源呢 不太找得到 我們華人還找得到 主職在哪裡對不對 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他們 他們不知道 那他們 講葡萄牙語為主 那他們有葡萄牙人的 給他們讀的學校 他們通常廣東話也很流利 但是不見得會讀跟血 讀跟血的程度 因人而異 但是講是流利的 然後他們 宗教方面 大多數是天主教徒 OK 然後他們 他們在文化上認同 他更認同葡萄牙的文化 但是他們也有很多中國人的生活習慣 比如說很多土生仆人 很喜歡打麻將 這個很好玩 後來有一部電影 後來大會希望有時間會談到就是 講他們在麻將座上去談那個 澳門回歸 很有意思就是 因為打麻將是土生仆人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他們就一邊打麻將 一邊聽電視新聞講回歸 然後呢 一邊用很庶民的目光 做很庶民的事情 去閒聊一些他們管不著的歷史的大事 這個很有意思 那所以更有意思是說 他們就像mechanics 其實就是澳門人 所以 而且很多土生仆人他們在澳門的生活的時間 比澳門華人還要長 比如說像我家裡的話 我爸是幾歲的時候逃難去澳門的 那我媽是在澳門出生 OK 但是很多土生仆人他們在澳門住了兩三百年 一兩百年 因為澳門很多華人都是在中國 比如說抗日啊 文化大革命啊 國共內戰啊 就逃亂去澳門 所以很多華人根本就是過去幾十年才去澳門的 但是他們在澳門住的時間 比很多華人還要長 所以他們是 他們是值得這個 澳門人就是mechanics的這個稱號 那反正我們澳門華人 沒有這個mechanics的這個稱號 好 那所以很有趣 就是說現在我們就是 這都是一個 大家到處找美食的時代對不對 然後呢也流行fusion菜 就是混合菜 就是不同國家的什麼歐洲 混日本啊 什麼美國混那個 中國啊等等 那原來幾百年前呢 澳門就已經有fusion菜的出現 好 那很好玩 其實當年那個剛剛談到 當年澳門在那個整個的 世界的航海業 剛剛談到那個貨品裡面 就是那個絲絲是很重要 另外一樣也是非常重要的貨物 就是香料 很多資料都會說 當時的香料 它的貴重的程度 其實有如黃金 很多資料就說 他們當時在 因為其實亞洲是一個盛產香料的地方 所以亞洲料理特別刺激 比如說你是泰國菜啊 什麼特別刺激 對不對 那他們就在整個航海的事業當中 他們採購香料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因為那個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 那個就好像有點像 譬如說你今天掌握了房地產業 對不對 那你就 你就非常非常非常富裕了 那當時如果你掌握了香料 你是香料的一個香料商 你會非常非常有錢 他當時在亞洲買到的香料 運到歐洲 有時候20倍 30倍 40倍的價錢再賣出去 其實我一開始我也不懂得 為什麼香料是這麼重要 那後來才知道 譬如說他們吃方面 他們用那個香料來醃那些東西 然後在沒有冰箱的年代 就是可以保存 然後呢 當然就是用來煮菜 OK 然後有錢人就會買一些不同的香料 然後呢有不同的菜式 然後呢也有醫藥的作用 因為有些香料 它是有醫療的作用的 也有宗教的作用 就是說有些宗教的儀式 甚至是巫書的時候 他們需要用一些香料來進行那個儀式 有一些味道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香料在當時是很大 很多的用途 所以在市場上非常重要 那所以呢 葡萄牙人呢 你看齁 他是最早的歐洲人 他是周遊世界列國 對不對 去非洲 然後印度 然後馬來西亞 然後中國 都是很多香料的地方 都是很刺激的地方 所以他們找到很多香料 我覺得很好玩 我從看這一段的時候 我發現 跟現在人也很像耶 因為現在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美食變成是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我曾經聽過一個老師說 他說 他說他在台灣 他說 他也很感謝這些小吃文化 因為他說 如果沒有因為這個小吃文化 現在這些年輕人呢 都不知道哪個鄉鎮在哪裡 他現在講到宜蘭 他知道宜蘭哪裡有小吃 然後講到哪個地方 他說 那個地方 台中有什麼小吃 就好像我們理解這個世界 現在有點像美食地圖這樣子 去慾望它 當時我覺得也有點像 就是說他們想像這個世界的時候 就說 這裡有什麼肉桂 這裡有什麼辣椒 然後呢 就是一個尋找味道的一個旅程這樣子 那當然 不同地方有生產不同地方的食材 對不對 比如說待會介紹到一個 一樣菜 他就是有在用了一個非洲的一種食材 那比如說葡萄牙人喜歡海鮮 因為他們沿海嘛 非洲人喜歡烤肉啦 然後印度人喜歡咖哩啦 然後馬來西亞人會喜歡很多椰汁 椰醬啦 他們都混進來那個土生芙人菜裡面 那他們在煮法方面呢 他們也吸收了很多中國跟亞洲一些 歐洲人不太用的煮法 比如說草啦 燉啦 蒸啦 等等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當他們來到澳門 算是他們在亞洲的重要一站 然後也就是安頓下來之後呢 他們就把他們這些搜羅回來的各種東西 就混起來 就有創作很多非常好吃的 當時是新的菜式 那有什麼特點呢 如果你吃過你應該知道了 很重是醬 它永遠不會乾乾的 大多數不會乾乾的 然後那個吃的很適合拌飯 好 所以我這種人最喜歡吃 味道通常比較濃 比較濃 大家想想 比如說你吃今天 如果你吃泰國料理啊 你吃印度的咖哩啊 都是相對偏濃的味道 那所以味道很濃 所以有些不習慣會覺得說 哇 好重口味喔 這樣子 那我這種重口味就會很喜歡 OK 那代表做的就是蒲國雞 那剛講到說蒲國雞就是蒲國沒有對不對 如果你看它的材料 你就知道為什麼蒲國是沒有 好 首先呢它那個汁呢 它裡面有椰醬 OK 所以它有一個椰子的香味 然後呢 有亞洲才有的薑黃粉 台灣叫薑黃粉還是黃薑粉 薑黃粉 OK 還有 往往會弄一點點印度的咖哩 它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辣 但是輕微而已 不會太辣 OK 那這個黃色 這個有點 這個顏色的汁呢 就被稱為蒲汁 所以這個蒲汁呢 有後來就是被 繼續發展弄其他菜 比如說 如果你是吃素的話 那你去澳門的葡萄牙餐廳 就有一道叫蒲汁菊四酥 四種蔬菜 可能這是什麼葉菜花啊 什麼 就有幾種菜 然後呢就用這個汁 然後烤菊 所以這個汁呢 也變成一種澳門的 澳門菜 某種特色 還用它來做其他的東西 好 它的材料就有雞 然後呢 有歐洲人用的那個黑橄欖 有葡萄 葡國的辣腸 很鹹 比較粗的 通常是切片 一片一片這樣子上的 馬鈴薯洋蔥蛋 好 然後呢 它在它的面上呢 往往還會撒一些椰絲 OK 所以是很有亞洲風情的一道菜 OK 煮法呢 就是說其實裡面的東西 其實都會 都煮熟了 OK 都在這個這個醬裡面 這個汁裡面煮熟了 然後到最後它會烤一下 所以呢 你有時候吃那個蒲國雞 它的上面會有點糟糟的 因為它烤過 那所以也特別香 還沒有吃飯的朋友 你們還OK嗎 哈哈 OK 因為我後來發現這些葡萄牙菜 後來在台灣也慢慢流行 那這一道呢 台灣人有人叫做霹靂雞 你們有聽過嗎 就是葡萄式的 葡國式的那個非洲 我們叫做非洲雞 它長是這個樣子 它往往用一個大的雞腿 好 那它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非洲雞 它有一種辣椒 我後來去找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 因為我不是買菜的人 這種這麼肥大的 這種辣椒 我不知道在台灣有沒有 它很大嗎 沒有很大 就不會像一個蘿蔔那麼大 但是就是肥肥的 就肥肥胖胖的這樣 在台灣有沒有 在澳門應該很少看到 哦 OK 那這個椒呢 它是來自非洲的 那這個叫做霹靂霹 所以後來為什麼 它有一個稱號叫做霹靂雞 就是來自這個辣椒的名字 那這個它本來是還蠻辣的 但是因為 無論是葡萄牙人 跟澳門的華人 都不是吃太辣的東西 所以它的辣度 辣的程度 它有調了一下 所以不會太辣 然後呢 它會把這個辣椒呢 就弄成這個 弄在上面的一個醬汁 所以呢 它是葡萄牙菜裡面的 就是相對比較辣 然後比較刺激的一種雞 然後呢 再烤 那我們這個這個叫做 非洲雞 那這個我後來就是去搜尋 的時候我發現 因為現在台灣很多餐廳也有 會叫做霹靂雞 或者是不適烤雞 那這個就是 非常明顯的有其他地方的 這種風味的食物 好 然後這個叫大閘會 大閘會很好玩 大閘會裡面的材料 非常非常東方 甚至非常非常廣東 大家有看到什麼 豌豆 豌豆 OK高麗菜 那這是豬皮 豬皮 對豬皮 對然後它還有中式的辣腸 對 然後呢 它還會放什麼辣肉啊 什麼的 那這個呢 是葡萄牙菜 土生葡菜裡面的一個 叫做節慶料理 就是 他們 這個料理什麼時候做的 就是過聖誕節之後做的 因為他們過節的時候 他們就會吃很多東西 包括很多 中國的東西 中國的食物 那通常 聖誕節都會剩很多菜 對不對 很豐富 他們就會把 剩下來的菜 把它切片 OK 把它們混在一起 就 就是一個大鍋 就煮起來 所以呢 它是大量的中國食材在裡面 然後聖誕節之後呢 就可能吃很醜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 它是一個 對於 對於 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菜 就是代表 聖誕節之後 就一家人 然後繼續很開心的 就是在一起 團聚的這個感覺 那還有 還有 還介紹一兩樣 應該是大家比較陌生的 呃 我 剛剛跟他們說 我說 我下午 我才 我才發現 我這次我應該帶一些點心來讓大家吃的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這家就在我家旁邊 然後 這家它號稱 它得到一個 因為葡萄牙菜 它的很多的食譜沒有外傳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女人呢 她有一天就發現 她家裡還有傳下來的那個食譜 就很開心 然後她就覺得這個不能斷掉 那所以 所以這種葡萄牙是叫做西洋牛油糕 這些不是很多地方在做 所以呢 其實還蠻珍貴的 OK 那這個是什麼呢 首先 它 它是一個很有阿拉伯跟印度風味的甜點 因為如果大家如果去印度 或者是一些阿拉伯的國家 你們會知道他們很注重甜點 就是色彩平分的各種很甜的甜點 對不對 那種甜度不是很多人受得了 那這個是還蠻甜的 所以他們切成一片一片很細這樣吃 就不能一口咬下去吃 因為太甜了 所以它的這個 它這個型態的這個糕點呢 它是有阿拉伯跟印度的風味 好 然後呢它的材料呢 就是吸收了馬來西亞 所以很多椰汁 然後呢 它這個偏軟 但是它上面呢 它有一些杏仁碎 所以呢 裡面有脆脆的東西 然後有牛奶啊 麵粉啊 那個男人啊 等等 那這個就是 一塊一塊這樣 那葡萄人什麼時候 也是個節慶的食物 就是聖誕必備 有時候可能吃完飯 有時候可能下午茶 那好玩的是 它看起來很像中國的年糕 但是它卻是配紅酒吃的 它是用真的嗎 還是 做法 做法是不是 應該不是用真的 所以塑形以後就不會再有任何加熱的程序嗎 沒有沒有 對對對 沒有 所以譬如說 我買了之後 他會跟我說 譬如說可以放一個禮拜 然後那個禮拜 如果你把它密封好的話 你根本不用放冰箱 然後呢 每次拿出來就切片這樣吃 對 所以他們這吃法是很西式的吃法 就是還配紅酒這樣子 所以就非常的 有多元文化的這個味道 好 然後有一種呢 下次你不見得會注意 但是其實我本人很喜歡喝 其實我最喜歡 向外面的朋友介紹一些 澳門人本身常吃常喝的東西 因為那個是 才是最最道地的東西 那如果你去很多茶餐廳呢 你會發現 有賣菜蜜 橘蜜 還有果蜜 這個果蜜呢 就是無花果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 或者是聽過這個東西 今天有其他澳門人嗎 你有沒有喝過無花果蜜 沒有印象 你有印象有這個東西嗎 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是苦果的東西 OK 這個很有趣 它這個點子很好 我們從小到大 其實這個東西 它就在出現在澳門 最普通的茶餐廳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不知道 它是有帶異國料理的味道 所以澳門那個本土很有趣 它已經在我們 進入日常生活當中 它並不是一個 一個異國料理的姿態存在 我打個差距很好笑的例子 就是 我讀 在台灣讀大學時候 然後就收一個文學課 然後老師就叫我們讀一些 台灣的那種商土文學 黃春明他們的作品 然後我讀的時候 我就看不懂歐巴桑 有一次呢 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在上別的課的時候 就看黃春明的小說 我就說歐巴桑是什麼 他常常出現 就覺得一定要把他看 應該很重要 一定要搞懂 那我就問我的隔壁同學 我就說什麼是歐巴桑 然後他聽不懂 他說什麼 他完全聽不懂 他知道我要給他看 他知道 這是歐巴桑這樣子 然後他說 對他來說 這個事情也是個文化衝擊 因為他不知道對台灣人來說 這麼的普通的歐巴桑 就是來自日語 所以一個澳門小孩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歐巴桑這個東西 就進入了台灣的整個日常生活 今天你完全不會覺得他很異國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 來到澳門之後呢 有人覺得說 這個好香喔 然後呢 他們就把那個五花果葉 摘下來 然後用水煮 煮到爛掉 把它打爛 再加那個 再加那個 再加 澳門叫冰糖 我不知道台灣叫什麼 就一片一片的 也叫冰糖嘛 澳門 像台灣有 有用那種一片一片的糖嗎 它是結晶透明的 結晶的 但是不是透明 它是有點棕色的 有一點點透明 但是不是很透明 我們叫冰糖 就一片一片 啊我叫台灣像石頭 哦 我知道 那應該不一樣的 因為台灣的它的冰糖是 純度很高 然後讓它直接再卸上結晶 哦 台灣的冰糖是只這樣子 就像冰花一樣 對對對 OK 那這個可以深究一下 它有叫冰糖 然後呢 加糖把它 把它跟那個蜜 混起來融掉 就變成一種蜜漿 那蜜漿之後呢 你就可能